视波器常见的有两通道和四通道 每个通道都有独立的参数 对这些参数进行设置 就是垂直系统调节 垂直系统通常标示为Vertical 视波器的垂直档位 表示在垂直方向上一格的电压值 也叫垂直刻度 传统的台式视波器 一般通过旋转旋钮来调节垂直档位 而触控型的视波器 点击通道上的这两个方波符号 就可以调节通道的垂直刻度 比如我们这个校准方波的峰峰值 是两幅左右 我们将垂直刻度调到一幅 那么这个波形在垂直方向上 就会占用两格 如果我们将垂直刻度调到500毫幅 那么就会占用四格 传统的台式视波器 一般通过旋转旋钮来移动波形 而触控型的视波器 可以直接通过上下拖动波形 来改变波形在垂直方向上的位置 十分的便捷 下面我们来讲一讲通道菜单的设置 点击屏幕上的通道图标 可以打开通道的设置菜单 我们可以对通道进行反向 偶合方式 探针类型 探针衰减倍数 带宽限制 采样方式进行设置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些设置参数 所代表的含义 反向 简单来说就是将波形相对于零件屏倒置 为方便对比 我们将视波器的两个通道都输入校准方波 通道2开启反向 通道1反向关闭 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波形电压值正负相反 偶合方式 是指外部信号从视波器输入端口 进入到内部电路的偶合方式 直流偶合显示的是原始输入信号的所有分量 包括交流分量和直流分量 交流偶合指显示交流分量 滤除输入信号中的直流分量 常见的比如用来测试电源纹波 接地偶合 只将内部信号输入端接地 示波器自身断开外部信号 通道默认的探针类型是电压 如果我们要测电流 可以购买电流探头 然后将探针类型选择电流即可 同时使用示波器需将探头衰减倍数 与实际使用探头衰减倍数设置一致 这样才能获得正确的测量结果 比如这个校正方波的浮值接近两幅 探头和通道的衰减比是一倍 如果我把探头调成十倍衰减 那么测得的结果就会不正确 可以看到浮值变成了200毫浮左右 我们把通道的衰减比也设置成十倍 这样测得的结果才是正确的 带宽限制通常是人为的将示波器 限制在较低的带宽 通常应用于滤除外界的高频干扰 高频噪声等 我们还是以校准方波为例 可以看到我们校准方波的频率是1000赫层 全带宽表示允许所有频率的信号通过 高通表示尽允许高于当前设置频率的信号通过 可以看到一部分信号的波形消失了 低通表示尽允许低于当前设置频率的信号通过 20兆则表示允许低于20兆频率的信号通过 其次也就是低通20兆 只不过比较常用 所以单独有一个设置选项 最后一个是采样方式 我们可以看到 一共有正常、平均、包落、封锋四种模式 正常模式是最常用的采样模式 此模式下每一个采样间隔 试波器会存储一个采样点 作为波形显示的一个点 平均模式是指将各次波形采集序列 进行点对点多次平均得出的最终序列 该模式可以在不损失带宽的情况下减少噪声 有利于对信号进行滤波测量 包落模式下可以看到数次采样到的波形叠加效果 在指定的N字采集中 对每个相同位置捕获其最大值和最小值加以显示 该模式可以用来观察信号噪声或者抖动现象 峰值模式是指示波器在任何时机党以最大采样率进行采样 该模式下可以有效地观察到偶尔发生的载脉冲或者毛刺 但不能应用于测量 感谢观察 感谢观察